阮儀和慧智豪拍拖三年 不時在人前曬恩愛 在Chloe生蛇時 Michael也陪伴在則 之後兩人更發展到同居階段 正當大家以為他們會拉近天窗之際 Chloe這日出席活動時 突然自爆分手 並準備搬離愛潮 她表示心情還未平復 所以回應傳媒時都眼濕濕 據知兩人在去年年底已經分手 Chloe表示自己現在全程投入工作 更希望踏入商界做生意 現在正在做搬屋的事 希望新年他們說不是那麼好 所以希望新年前就可以完成了 還有幾天的時間 對 因為我又有同居 跟女生朋友 明白 之前人家猜測會否跟Michael的感情 有些少許變化 會不會是這件事的原因 暫時是有的 有些少許變化 是的 大家現在的相處關係是怎樣的 是OK的 即是和平的 是的 可能暫時都保持朋友同事 是的 好朋友 因為我們都是同事 所以現在先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最重要 還有希望快點辦好搬屋的事 專注工作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希望多些工作 你知道 一個人住 要交秀 另一邊廂 記者向Michael查詢時 他表示其實自己也不太明白 Chloe有權選擇說和不說 或者什麼時候說和在哪裡說 每天他現身電視城 當然要再一次親自回應 情變一事 其實主要原因都在研究中 可能大家 可能他現在的時候想做其他事 我亦都可能專注做其他事 專注做事多 工作多 他主動的這件事 是 你有否努力過 去挽救這段感情 有的 這麼多年的時間 是 但其實去到這個階段 是 他決定了 改變不了 那 唯有 順著他 現在來說 我都相信他或者我 都會 他很專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 他想自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 我覺得 所以 如果可能追求完 或者到的話 可能大家會再溝通 也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Chloe出席的活動 同場還有韻思沛 李詠儀 白雲 林偉等 北上了半年的白雲透露 今次回香港短期工作後 會繼續回內地找真人 而Nicole就預告 下個月開始 會忙得不夠好睡 接下來三月 我就會三部劇同時一起開 哇 現在正在做一些準備 看劇本 然後 這個月基本上都是不斷造型 不是劇接劇 而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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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都是東章 還有現在 嘗試一下 可能在唱歌方面 接下來可能會拍我第二條MV OK 可以找我Futuring 你這麼猛 我不會 還可以 但我又怕你上北京 我為了你 我為了你 到時要看白雲在我那裏的特別演出 好 而林偉也非常忙碌 繼拍攝劇集《欺詐劇團》之後 現在又要忙著拍《十月初五的月光》 不知道他有沒有參考舊版 來揣摩角色呢 《欺詐劇團》我認識一個 武術指導 可以說是中的 《十月初五的月光》 是一個比較反派的 一個步法舞 所以兩個角色很大反差 但說到《十月初五》 會不會有一個本身 當年那些月形的角色 是哪一個 監製導演沒有跟我說 他就說這個角色的設計 是怎樣是怎樣 給了一個模式是怎樣 叫我自己怎樣揣摩去做 有沒有專程去看之前 去重溫一下 沒什麼特別去看 因為我想自己 想想一些 新的東西 是貼近這個角色的